大家好,埃隆·马斯克考虑辞职,做全职的网红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周四12月9号在推特上表示 他正考虑辞职,成为一名网红 这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网友甚至给马斯克提建议去社交网站做视频或者直播带货 发布一个小时获得了2万个回复 在这个YouTube上有8400万订阅者的叫Mr.B-E-A-S-T 他也发了留言,他表示愿意教马斯克如何获取流量 真的去教马斯克赚流量 那马斯克也回复了,马斯克回复他不会在油管开设频道赚取流量 我个人以为马斯克这个级别的这种顶流 他怎么能到油管上来赚这种流量呢 他要干他自己成立一个网站 他这个能力是够的 目前不清楚马斯克是否会真的去辞职 真的去搞媒体,去搞流量 马斯克在社交网络上很活跃 他的推特账户拥有6500万孙思 全球位列第13位 那马斯克也是火箭公司SpaceX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并管理着大脑芯片初创公司N-E-U-R-A-L-I-N-K 另外基础设施公司啊 叫Brain Company 他呢也是首席执行官 现在看呢 他的几个初创公司啊 实际都是实体公司 他现在将手也在伸向虚拟世界 伸向这个互联网 今年1月的一次电话会议上 马斯克表示啊 他预计将担任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 几年 如果我能有更多的空间 闲暇的时间 而不是只是日以继夜的工作 每周七天起床到睡觉 那就太好了 他最后说相当激烈 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他这个原话里 其实就表现出他觉得这个实体精益啊 这种竞争太激烈 他有点力不从心 此外 马斯克11月底告诉SpaceX员工啊 该公司因猛禽火箭发动机研制危机 而面临破产的风险 上个月呢 他在推特上问自己的粉丝 是否应该出售自己在这家电动汽车公司 所持10%的股份 自那以来呢 现在马斯克已经出售价值120亿美元的股票 套现120亿啊 美国媒体曾爆料 美国民主党人呢 你争亿万富豪所得税 马斯克贝佐斯等十位美国顶级富豪 因此呢 需缴纳巨额的税款 10月28号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彭博社 亿万富翁指数 马斯克账面财富达到了2870亿美元 比世界其他超级富豪高出数百亿美元 他现在是世界首富 那马斯克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说自己的看法 马斯克干实体啊 被政府部门一个监管 另外呢 被资本家监控 对吧 最后还得交税 就我干了这么多活 挺累的 一天七天 从早到晚 创造财富 最后创造财富 被国务院的一些议员 胖乎乎的议员 一个法案就给我收走了 把钱 你觉得马斯克心里能平衡吗 哥尼你能平衡吗 我像个驴 像个马一样 听见干 干完以后 你们写几个字 就把我的钱收走了 这就是世界 这就是马斯克眼里的世界 那你觉得马斯克下一步会干什么 他会从政 他发现整个去虚拟世界赚流量 去当什么网红 都不如从政 当政治家 当政客 当政府官员 这些人你看天天干什么了 什么也没干 天天就下命令 让你干 编个法律 编个框架 把你钱收上来 人家就工作结束了 每天老婆孩子热炕头 天天给你下命令 往日正金为作 一排卡一坐 啪啪啪照相 然后发布点命令 这个该干这个 这个该干那个 让你们去干 然后把钱收上来 自己是不是 没人敢骂 没人敢说 你看我是议员 对啊 你们干嘛 我怎么样呢 所以你也发现了 干什么网红啊 网红不如干政治啊 政治才是最大的网红啊 你这回你知道马斯克想干什么了吧 这是我的判断 像他这种 这种这种级别的富豪 世界首富啊 他是不会干网红的 他要干一个最大的网红 啥呀 领导人呢 领导人不就是世界最大的网红吗 你看那领导人干到最高 最后那几个 那几个重要国家领导人 你看看 钱也有了 女人也有了 财富也有了 权力也有了 要干干这个最大的网红 我今天把马斯克的底层逻辑告诉你 他心里想啥 小网红啊 小网红不值一提啊 他干一年辛辛苦苦 还得跟人家油管对外分 给油管打工 你马斯克是首富啊 他能干那个吗 干更大的网红 玩政治 所以我说马斯克啊 真的啊 从现在这个辞职来看 马斯克可能未来要从政啊 但是在美国从政啊 在美国从政不简单 美国的政治圈很复杂 不是一般人能干 他得有人脉 得有基础 也不是光有钱就行 所以这点上看 我觉得马斯克未来 他会有行动 咱们可以继续观察马斯克 那说到这个网红啊 说到政治啊 其实政治啊 政治是什么 政治就是控制人心 政治就是人心 玩的就是人心嘛 你只要能控制人心 只有人支持你 你就可以从政 门槛也 最后呢 我呢 希望我这个视频啊 马斯克能看到啊 最好有人 把我这个视频 给马斯克翻一下 发过去 我也希望跟马斯克说一下 我支持制度的多样性 政治制度的多样性 那我希望马斯克呢 也能改变现有的 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 现有这几种世界的政治制度 能够多样 你看中国这种政治制度 美国这种政治制度 其实呢 大同小异 都是一群政客 政筋为座 然后来谈国家大事 老百姓下边 蚂蚁一样的拼命工作 这帮人坐在上面 高高在上 告诉你该怎么做 给你划定一个 哎 法律条条文 法律框架 是不是 给你行政命令 告诉你 这个能做 那个不能做 这帮人天天就干这个 下边这帮人 累得累死了一会儿 这就是人类现有的政治 告诉你啊 你把思维升到最高 站在更高点来看 这是非常low的 人类现在还处于 这个初级发展阶段 人类还需要一帮政治家 一帮政客 高高在上 像奴隶主一样 控制人类 告诉你人类 一些行政命令 该怎么办 该怎么做 人类还需要这个 叫人来指导 其实和奴隶主 那个时代不一样 但是大同小异 他还是有一种管理 这种管理 对整个人类来说 是非常低级的 但现有的人类的认知 人类现有的 发展水平来说 是适合的 人类确实 有了管理 互相之间 有了战争 有了建设 有了协同 有了协作 人类向前发展 但是这是最low的 在我看来是最low的 人类需要更加先进的制度 我希望马斯克 你是世界首富了 是有能力 是有能力做一件事 将人类整个的政治制度 能够往前推一推 能够试探性的 我只能说试探性的 将人类的政治制度 能不能再往上提高一下 能发展出区别于 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西方也好 东方也好 这两种政治制度 另一种不同的政治制度 真的 我非常希望马斯克能够实现 这人类需要探索 你说你说中国和美国 互相骂来骂去 互相吵来吵去 你看看现在互联网上 就是对骂 你说他俩有啥区别 不都是一帮政客在台上 老百姓在台下 天天累死累活干这个 政治制度有什么区别 只是一个集权一个民主 一个自由一个不自由 一个有强一个没强 最后双帮还是一帮领导人 坐在那 我管理你们 没有我管理 你们能好好干活吗 没有我镇压你们 没有我使用暴力工具 你们能好好干吗 这人类制度太low了 现在这个制度 但我看来太low了 有些人听不懂啊 听不懂你这期节目 我觉得不要看了 我要跟那些能听得懂的人 在说这个事情 探讨 可能超越你的认知了 那就对不起了 这期节目我说给马斯克的 我觉得马斯克能听懂我说的话 超越这种人类 太low太低级的政治制度 美国的政治制度 在我看来也是low到家了 还需要选出一个什么参议员 选出个总统来管理整个人类 太low了 太low了 我希望我觉得马斯克可以试探一下 咱可以试验一下吗 在某一个小国是不是可以试验一下 你可以成为政治人物 对吧 然后试探一个另一个 另一个 有人说马斯克是乌托邦啊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试验一下新的政治制度 为人类制度探索贡献一下力量 你那么有钱了 你这一生你花不完那些钱 把这钱拿来 说贡献一下制度探索 让美国和中国继续炒 他们炒他们的 咱们跑到马斯克这个国家 马斯克共和国是吧 咱们一起来在马斯克共和国一起完成咱们的梦想 马斯克你听见了吗 真的 你要马斯克能成立共和国 我现在马上移民到你那去 这句话啊 马斯克你要听进去啊 你如果成立共和国 我马上移民过去 你是不是就可以当领袖了 你是不是可以从政了 马斯克听懂没有 建立共和国 建立你的国家 如果马斯克你能做到的话 我是你的第一批跟随者 因为我已经厌烦了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这两种政治制度 太low了 太low了 暴力工具 管理着人类 我为什么说我支持马斯克移民火星啊 但火星可能却有点难 地球上可以啊 马斯克 你可在地球上实现 你成立共和国 我一定是你第一批公民 我希望地球上人类有更多的选择 有不同政治制度选择 我可以逃离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这两种政治制度 这么low的政治制度 我可以逃离他 我奔向另一种 他新鲜呢 他没见过呀 他可能有些问题 但是初创啊 他是最原始的 这个对人来说是有意义的 你的生命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希望马斯克能听见我今天的视频 成立你的共和国 会有很多人追随你 你记住啊 我今天这个视频不是跟你开玩笑 当什么网红啊 当政治家 当共和国的领导人 我支持你 我会成为你的忠实的一个公民 对吧 忠实支持你的公民 我就真的 我全家人移民过去 只要你 只要这样 你要是真的有土地 能够把这个共和国建立起来 我真的我就移民过去 我相信有更多的人跟我想法一样的 厌烦了这个世界 现有的这个世界 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吵来吵来吵去 斗来斗去 想奔向一个安安静静的世界 我觉得有大量的人 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奔向另一个世界 这件事如果能做成 我觉得马斯克啊 你不光政治上 你能逃脱美国和中国 你经济上能获得巨大的暴力 建国 这才是暴力 就说这些 真的有人能把我今天这视频 翻一下给马斯克 马斯克建国可以 建立一个国家 世界上有那么多 有那么多的 有能力人 都来从来没想过这件事 我觉得马斯克如果能想 能做到 你会非常了不起 这就是今天我想说的 我这个人想法跟别人不一样 之所以我这个视频能做到现在 就是因为我的想法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我一把这个世界看透 把什么政治制度啊 这些东西看透 可笑 我希望有一些新鲜的 有些不一样的东西 政治制度也是 两边都在喊自己万岁 自己永远的宇宙真理 在我看来都很可笑 我觉得跟我的世界观一样的人也很多 今天这个视频 说给所有啊 跟我意识形态 世界观一样的人 我希望咱们找到共通点 如果马斯克也能跟我一样 那我希望咱们一起 是不是就可以 建立一个共和国 建立一个不同制度的共和国 给人类政治制度试探一下 试探一个新的政治制度 而且这也是一个经济概念啊 也是可以赚到大钱的 也是可以赚到大钱的 我希望马斯克可以想一想这个事啊 请不吝点赚